穿風破浪 享受海風吹拂 雪白船身在對比黑鑽船底 甚至海浪律動長漾在基隆外海 朝近方舟一號 6月7號風光首航 宣告將扛起東北角海洋教育任務 現在搭乘的就是海科過來 首座梁森定座的朝近方舟一號 而這座船除了研究功能 其實你可以看到這邊也設置了 海底的視窗可以幫助研究海洋動物 我看到有魚了 我看到有魚了 蝙虎有沒有 魚有沒有看到 藍色的 藍色的 藍色的魚 這邊有看到 蝙虎有沒有 鹿角蝙虎 鹿角蝙虎 二柱蝙虎 從燕尾光塞卻雕到霓虹卻雕 都有機會看到 甚至運氣好 還能和綠蝦歸相見 朝近方舟遠從高雄船場 花10小時抵達基隆 船長12.8公尺 持水深0.5公尺 能見度落在水下6公尺 船上總共可承載22人 本週也將首度再客 航程每趟40分鐘 每日限四航次 帶領所有的民眾 能夠親近我們這一塊 富裕海灣的6公尺以上的 海底的探尋他們的海洋生態 正是可以讓我們更多的民眾 尤其青年孩子們 有機會進入到 鄰近的這樣的海洋的計畫 朝近方舟1號除了有觀景充 還有最年輕女船長加持 有年僅24歲的潔如婷 親自掌脫 朝近方舟立批落實 教學研究兩用途 將完善利用台灣得天獨厚的海洋資源 巴士的家庭來成為台北層報道 能夠更落實海洋教育 因為台灣最得天獨厚的莫過於海洋資源 像是6月1號才重開的朝近智能海洋館 現在還利用了5G還有4K的影像 將富裕區的狀況 零時差在館內直播 同時因為少了人為的干擾 蝴蝶魚的數量還日益俱增 現在魚群一次就可以觀察到60隻 將近兩層樓高的巨型櫻幕 將數百公尺外的海灣 利用5G視線畫面 零時差 完整呈現在眼前 6月重新敞開大門的朝近智能海洋館 結合5G AI AR和VR 營造大海就是水族館概念 隨身18米放了3隻4K攝影機 及時監控富裕區 同時也因為減少人為干擾 就連蝴蝶魚數量也大爆發 從30隻翻倍成60幾隻 出現大量的蝴蝶魚 它有兩個意義 第一個意義表示 這個海域的珊瑚狀況 長得很好 第二個沒有人為的干擾 沒有人為去把它捕捉 身為北北基首座 虛實整合水族館 也是海洋生物的富裕基地 入園人數接接攀升 從每年40萬人次 到現在突破200萬人次 館內除了有7米的大洋缸 更有多達329約5700隻的海洋生物 除了可以透過實體影像之外 上了二樓這裡可以看到 實體的海洋生物 像是這個小小的水缸裡面 就充滿了五個種類的蝴蝶魚 光用肉眼看還不過癮 換到館內的智慧雲缸 比出特定手勢 魚類資訊一目了然 甚至戴上VR眼鏡 還能體驗360度的海洋世界 海客館將場館智能化 要透過虛實整合實境 為東北角觀光廊帶 再填新亮點 巴軒家庭賴城偉 基隆草報道 民生八方式 近在一小時要訂閱 不要忘記要按小鈴鐺喔